字幕即將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劉駕花園跟清田弄的頻道 我是Alan 那今天的話我們不聊多肉 今天就先暫時不聊多肉 今天的話我要帶大家來 一間我覺得是我們在愛里山區 第一名的一間店 我覺得很值得去 因為蠻多朋友就是要來劉駕花園 然后来清田弄都会私讯我说 除了来奋起湖的话 就是来留家花园清田弄 然后老街啊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车站啊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去的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爱旅游 只是说在回来的这四五年来 其实一直都没有太多时间去旅游 那这一间店的话 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然后它其实也有种一些些的多肉 它之前的话 有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都会来 我们留家花园这边逛 所以今天的话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间我觉得是心目中第一名的店 它离留家花园的话 大概只有车程15分钟而已 那我们就出发咯 那我现在就是带大家来阿蒋的家 阿蒋的家它是在离分区 大概15分钟车程的乐野村 那乐野村这边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州族部落 那阿蒋它本身的话也是州族人 它其实很早之前的话 它是在高雄的一间游艇公司上班 那它也是跟太太 降少它一起回到山上的家这边 然后其实他们回来之后 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在之前有一次 赫博台风的时候把他们的家冲垮了 那他们就从96年那一年开始就慢慢的打造 把这边打造了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事外套 因为这边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阿蒋它自己手做的 那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阿蒋的家 好 那现在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阿蒋的家 其实如果说你来到阿蒋的家 你真的要细心的去观察某一个角落 因为这一些全部都是阿蒋它 就是一注一时 然后慢慢的栽培出来的 这些它总共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然后如果说喜欢猫 喜欢撸猫的朋友 来这边的话 他们这边有养很多的猫 这边是猫舍 你看里面有很多 很多就他们的窝 但是因为他们里面养很多猫 所以他们就 就是禁止宠物的进入 因为其实还是怕 猫会去被惊吓到 他们这边的猫都过得很舒服 然后每天都有人撸 然后每天都有人撸 这里就是猫的住所 这边的话其实有很多很细心的东西 然后他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多肉植物 像这个是空气凤梨 那山上的话其实植物会很好照顾 这个应该是秋海棠 秋海棠它就比较喜欢鹰 然后水多的地方 他们都把这边弄得很自然 他们这边里面的座位区其实不算多 然后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很精致 其实你看像这个是树木 然后中间是镂空的嘛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会用一些废铁 还有一些汽车的零件去做成桌子 所以如果来的话 这里要去细心的看每一个角落 像这样子的灯 这个是应该是树藤 去编织成的灯 它这边进来里面的话 它会有低消的限制 就是会希望说至少你点一杯饮料 那这个 这边就有一个猫老大 非常 他们这边的猫都不怕生 因为每天都有人在撸 过得超爽超胖的 不能撸太久 我没有太多时间 然后像这边都有很多是汽车的零件 一些是货车啊卡车啊汽车的都有 然后都把它拿来做摆设 那其实像这样生锈的感觉都还蛮不错的 像这应该是它的排气管 然后它在桌子底下 也会有很多的植物 再撸一下猫好了 以前有养过一只猫 但是年岁已长 那个是在台北的时候 后来就走了 然后这边他们有 一样是用这些把它做成一个机器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边很像 宫崎骏里会出现的场景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旧船户去做的装饰 那阿奖的家这边他们有名的是咖啡 因为酱少他都会自己烘 那因为他们自己 周族部落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种咖啡的 包括像达邦特富野 然后他们这边乐野也有 萊姬部落这边都是很多人都在种咖啡的 这就是他的红豆鸡 他们都是自己烘的 那他们最近也有推出异季 那异季就是因为品种特性嘛 所以他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角落 都很漂亮 这个真的会很像宫崎骏里面会出现的场景 所以很常客人在问我说 来到这边有什么地方推荐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首选 一定会去推荐这一间 但是就是假日的时候人 会比较多一点点就可能要需要后卫 像这个其实也有像那个 魔戒里面那个哈比人住的地方 因为这个房子都不高 然后也是都石头打造的 然后都是融入在环境里面 那他们这些年来其实还是一直 努力的在做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们植物 都一直把它维护得很好 像这边的话就有一些的多幼植物 这个应该是粉红提示 然后这个应该是废欧娜 这个好像也是废欧娜 这个都是很天然的形态 这一棵应该就是初恋了 山上的植物会真的好顾很多很多 但是当然雨季一到的话一定都会变稠 这边里面的话就应该就是他们的工作室 也许以后会再开放 很漂亮 那再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区 这边的话一样有很多空缝 空缝真的是不用太去管它 只要你水气够 基本上都会长得不错 这个应该太干了 这边都有空缝 再来这边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区 这边是比较偏向户外区的 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厕所好了 厕所有什么好看的呢 因为它这边所有都是手工打造的 包括这个小便斗都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巧思很多啦 但是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的 然后包括像这个洗手台 真的都很像 宫崎骏那种场景出现的 那再来这边一样是有很多很多的巧思 然后 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小小包厢 然后它就是用一块大的石头 然后木头来去做座位区 我自己都很喜欢这样子的氛围 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机械的零件 那这边的话就是它放多肉植物 最多的地方 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多肉植物 这个应该是火塞 然后像这个玉露 这个都是随便丢的 这里应该这个有点土长了 然后这边这个是练心兔子 跟刘妈妈一样 她都很喜欢用天然的盆器去做植物这样子 这边的景色也很漂亮喔 这边到下午的时候都会起雾 然后像这个应该是水泥 水泥做的 她喜欢法师 然后喜欢兔子 再来的话我们这边有时候会拿一些 大卷肉来给他们 这个 这一棵应该是瀑星 瀑星还是瀑日吧 这个就最好照顾了 这个是五节之物 那它这个 很漂亮 它是落地生根树的 所以它会是在多肉植物里面最好照顾的一树 这个就是我今天点的 我今天点的咖啡是酱少精选 酱少私房的 那我刚刚有问过了 它这个应该是SL34品种的 然后它会比较把它烘到中培 那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用密处理跟日晒两个去混动 它会让它带 比较多一点点密处理的香气 然后还有日晒的 那因为客人接受度来讲的话 就是可能中培会比较safe一点 所以他们就是用中培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猎人饭团 然后这个是咖啡的set 那他们这个的松饼是用小米去做的 那这个柠檬的话 它说比较特别一点 它说希望我们可以一口塞 包括柠檬皮的地方 塞进去这样层次会比较棒 它这个松饼的沾酱 这一个是炼乳 然后这个是黑糖蜜 那我就来开动了 先来喝一下它的咖啡 那其实它的 如果说以中培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酸感还是很明显 那入口之后它的 甜感会爆发出来 其实这个在中培洞里面 是蛮常出现的 然后这个它 酱嫂它特别跟我介绍一下 这一个是咖啡树 咖啡树 很老长的咖啡树 去做成的杯垫 我自己都很喜欢这种东西 但是这个太难取得 它咖啡不错 因为它到中培了嘛 所以它的真果香是 真果的味道是比较明显的 嗯 确实它的 蜜处理的那个味道有出来 就是 它的酸感其实不是说那种 比较尖锐的 它的酸感是平顺 然后再来的话 我觉得阿鱼山咖啡 这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甜感 会很明显 嗯这个不错 那我来吃一下 这个猎人包 是叫猎人包吗 我忘了 它说这个的话又像剥香蕉一样 剥香蕉一样 把它剥开 看起來的話有點像肉粽料 然後它是應該是裡面有小米還有一些肉 很香 很香好吃 它裡面有 黑胡椒 然後這個肉 有一個香氣 結果不是什麼美食家 但是就是 我還蠻愛吃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介紹 其實我在開立這個頻道之前的話 我並沒有就是想要把主題全部都局限在 多肉植物 因為這樣子就把那個主題都局限住 因為多肉植物其實沒有這麼多好拍 但是確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去了解但是 我會希望說我用我的角度來去拍一下就是我們 可能阿里山啊 奮起舞附近的一些觀光景點 因為 很多人都會去問 問說就是來這邊的話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那 本身我就很喜歡旅遊 只是沒有時間 那我就想說用這一些角度去切入 然後帶大家來去認識一下我的故鄉 雖然說我不是周祖的但是 長得也很像啦 就是完全沒有違和感嘛 所以 用我的角度來去介紹一下就是整個大阿里山區 我們不要說只局限在可能 可能奮起湖啊 然後阿里山啊 就是一些 可能大家不一定會去 去的地方 那我覺得不錯 我就把它拍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 如果說大家對於我的影片有什麼意見 然後有什麼看法的話 都歡迎底下留言給我們 然後 記得 如果說喜歡我的影片就是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這個很重要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拜拜